我们在前面交过了3DSMS的基本几何物件 但是如果单靠这些基本几何物件 没有完全 没有办法完全制作出我们所需要的一些造型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到物件的次物件编辑 首先我在这边先建立一个方块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定一下方块的长度 宽度 还有它的高度 我们在这边稍微设定一下好了 例如说我需要建立一个 长 100公分 宽 200公分 然后高度呢 10公分的方块好了 好那我们在这边的下面可以看到他还有做分段 稍等一下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先按一下F4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点选之后呢 选择Edge Face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去设定长度的分段 还有 宽度的分段 以及 高度的分段等等 好 那我们现在假设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物件 例如说我用这个 等一下来做一个桌子 那请各位注意 这边的分段呢 你现在可以做调整 好那稍后如果说你要调整的话 你可以在选取这个物件之后呢 切换到 Modify面板 来做修改 好那你可以修改什么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长宽高 还是可以修改的 还有 长度的分段 宽度的分段 还有高度的分段也可以修改 好 那 我现在呢把这个物件的颜色稍微改一下 我想要把它改成 或许比较深的颜色 这个 名称也可以改 例如说我要做的是桌子 那我就可以把它命名为 Table 或是你就用中文来命名也可以 在这边呢可以先指定一个颜色 但是这边的颜色其实只是为了分辨物件用的 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 用材质编辑器 来指定它的一个材质 好这我们前面有讲过 好 好那么 现在假如说我要编辑这些 方块上面的点 线 或是面的话要怎么做呢 我们这边要先把它转换成 一种可编辑多边形的形态 好我们怎么转换呢 在选取这个物件的情况下 按滑鼠右键 再选择convert to editable poly 好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按右键 这边也可以看得到 再看一次 一个是按滑鼠右键 然后在转换的地方做 好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convert to editable poly 转换成可编辑的多边形 我们在这个地方点选 点选之后呢 它就不再是box了 请各位注意这个转换 它是单向的 你把它转换成多边形之后 你可以使用undo 立即还原回来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把这个档案储存关闭了 然后下次你再打开的话 就不能够再还原回来了 也就是说它不能再还原成box的物件形态 所以如果说你要调整它的 长度宽度 或是它的分段的话 你可以先 设定好之后呢 再把它转成poly 好 那我们在这边先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好了 你可以先把它移到 场景适当的位置上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刚好放在 我们的场景的中央的话呢 这移动工具 按右键 把transfer type in 这个对话框打开 你可以在这边的去设定它 比方说我希望它放在中间 那或者是我希望这个 现在这个 方块能够在离地面 120公分的高度 你可以在这边设定 或者是说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offset是指偏移 这个偏移其实是一种相对 坐标 像我这边的离地现在是120公分高 那如果说我希望它能够降到 离地面 100公分那怎么办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输入负 20 往下移 20公分 那你看它这个坐标呢就变成 100公分了 对不对 好再做一次 我再往下移 20公分 再输入负 20 你看 这样 它在离地面的高度呢就只有 80公分 我刚刚是输入负值 输入负值的话呢 就是往箭头的 反方向移动 好 来再做一次 这次呢我再加 20公分好了 那就变成往上移动20公分 变成它的高度呢在 100公分的位置 好 我这边呢用 滑鼠的中间 稍微平移一下 因为有时候呢你可能要移动它 或者是旋转它 转到不同的 位置 来观察这个物件 好了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就是一个方块 那它不是放在地上的我把它拉高了 我们现在来调整它 首先呢我们在这边的选择vertex 这个是顶点 针对物件上的顶点做编辑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展开 你可以注意到在这边有一个加 然后它是变成黄色的 变成黄色的就表示你目前正在编辑次物件 或是称为子物件 子物件次物件就是所谓的 vertex 顶点 edge 边缘 boulder 边界 polygon 多边形 还有 element 元素 然后呢 这些呢其实你是可以用快速键来切换的 可以按 123 45分别代表这 5个 事物件 好我们这边的先选择vertex 选择vertex之后呢你可以做一些编辑 比如说 你可能需要去选取一些顶点去移动它的位置 好那你可以用圈选的方式 这个时候呢 选到了就不是整个物件而只是选到这些顶点 那也请注意你现在如果正在次物件的编辑模式下 你不会选到其他的物件 好我们这边的先 先跳出来 跳出来的话呢你可以再点一下 让它的黄色的 光棒消失 然后呢我们再另外再建立一个物件 我在这边的再做一个方块好了 然后我这边的为了区隔颜色也改一下 好 现在呢有两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 我要编辑次物件的时候啊先切换到 Modify面板 然后 选择 vertex 那请注意你现在呢可以去选这个 物件上的顶点 但是呢 你不会选到其他的物件 好除非 你跳出 次物件的编辑模式 你才可以去选到其他的物件 好 这是我们在使用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顶点 选择顶点之后 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还原回来好了 还原的话 用undo快速键是 Ctrl加Z 好 这是选取顶点 那选取顶点之后可以做一些操作 我们从这边来看 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ignore backfacing 忽略 背面 通常我们在选 顶点的时候呢 它是全部的 只要我们圈选的范围都会被选取 像这样 就会被选取 所以你看假如说我现在只要选 这四个顶点 我只想选这四个顶点 我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是只选到了这四个顶点 但实际上呢 当我在移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底部的顶点呢 也被选取了 为什么 因为背面的点 也是被选取的 我们先转回来 然后 undu回来 这边呢我们可以带各位看一下 我按 F3 F3的话呢就是变成 Wireframe的显示模式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刚才选的时候我是这样选的 对不对 我是这样选 再拉大一点 再拉大一点 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呢 你看 我本来只想选到 上面这四个顶点 可是呢下面有三个顶点也被我选到了 你看 1 2 3 这三个顶点呢是在下面的 我按F3给各位看一下 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F3 有没有 这是下面的顶点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希望在圈选的时候 不要把背面的顶点 也选取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忽略背面 好我们再选一次 圈选 这时候呢只有选到这些顶点 下面有没有被选到 来我们翻到下面看一下 下面有没有被选到 好所以如果你只想选择正面的 这些点线面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选项 忽略背面 勾选起来 好 那像我们这边的选了这些顶点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移动它 好 然后 你也可以 如果说有一个 顶点你不要的话呢 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删除的 例如说我在这边选一个点 选一个点之后 按键盘的delete键 这样就会删除了 那删除之后为什么好像多了很多条线呢 其实不是的 那个面整个被删掉了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我旋转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它前面 这边有一个面呢 已经破掉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边的按了delete键 把点删除的话 这个面呢 也会变成一个破面 其实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boulder boulder其实是专门选什么 选边界的 看到吗 从这个角度看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你看这边整个都 破掉了 好 那没有关系我在这边呢 如果选择boulder 这个我们可以用cap指令呢 帮他加个盖子 这样就盖回来了 只不过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他就会少 两条线 好 没关系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补 好我们再回到 顶点的编辑模式 好 那么如果说想要把刚才那个线呢 接回来怎么办呢 像我这边呢 这个点 到这个点 各位注意 如果说我要选择两个顶点的话 按着 Ctrl 键 因为如果你没有按Ctrl 键的话呢 你选一个顶点 然后再选另外一个顶点的时候 没有按Ctrl 键的话 上面那个顶点呢 就会变成未选取的状态 好我们在这边选取这个顶点 还有 这个顶点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地方 这些呢 就是顶点的编辑 好我们可以按一下connect 这样就可以接起来 connect是连接的意思 OK 好那我们这边是不是 也可以接起来呢 让我们试试看 在这边呢 顶点 点选 然后 这个点点选 然后我们在这边按一下connect 你会发现呢按了connect没有作用 为什么 因为connect的这个过程中呢 不可以跨过其他的线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的就没有办法connect起来 好这个是要注意的 那能不能够再把这个线 再连接起来呢 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按滑鼠右键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选择cut指令 这个cut可以做切割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切割能做什么 你可以 线 到线 做切割 然后呢你可以继续切 但如果说你不要切割 按滑鼠右键 就可以取消 好那其实他 也可以跨好几条线 例如说我们从这里 点选之后呢 切到 这里 没有问题 所以说 如果说你要做像是 破碎的玻璃的话 你甚至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让他是不规则的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当他跨过这些线的时候cut指令仍然有效 好 那我这边先把这些 刚才切出来的这些边 我不要了 我把它 删除掉 好 怎么删除呢 你如果要选的是 边缘 那你可以在这边选择 Edge 好你看这边的刚好被选取了 没关系我们在这边先 先删除他们 其实正确讲法呢应该是移除啊 因为 如果你这边有一条线 然后 我们如果是按了键盘的delete键的话 这条线其实是底部的 看一下 这是底部的 你按delete键的话是把上面的面也删掉了 所以来还原回来 Ctrl加Z 这条线如果你不要 跟我们刚才点一样 你不要按键盘的delete键 请你用remove 把它移除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三条线 按一下remove 就可以把它移掉 但是呢 这个地方需要请各位注意的是 我们切换到顶点模式 你会发现在这边的虽然我们已经把线段 移除掉了 但是这些点却残留在上面 这些点本来是没有的 对不对 还有这两个点 因为我们 使用cut指令切这些线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这些点 那你可以把它 再移除掉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是顶点对不对 按一下remove 就可以把它移除掉 再做一些 需要平滑的模型 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在这边有一些点的话呢 它在平滑之后 它不会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 奇怪的颜色 所以你要注意把那些点呢 一并去除掉 不过在这边老师教各位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这边呢 这条线 如果我要把它移除掉的话呢 我在这边先按ctrl键 那如果说有多选的话 你要把它简选的话 请按alt 我们这边呢 把刚才画的这个不规则线段选取 我们现在是按着ctrl键去加选 对不对 好 按这个remove 移除按钮的时候 请你按着ctr键不放 然后再按一下remove 那这样的移除方式呢 它是连顶点也一并移除掉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圈选起来 你可以看到 在刚才这个面上面呢 其实并没有残留顶点 对不对 它连点 一并移除掉了 所以我们这边如果在移除线段的时候 这边选择 Edge 要移除线段的时候 如果有点是要一并移除的话 按着ctr键 再按remove 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刚才这个问题 刚才呢从这个地方 到这里 你没有办法使用connect指令去把它接起来 所以 我们用什么方法 我们就是用cut 其实cut你不一定说一定要特别切换到 vertex顶点 Edge 边界或是boulder这些编辑模式 你只要按滑鼠右键 它就有了 我们这边选择cut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呢 切到这里 请各位注意 当我滑鼠游标移到这个点上的时候 它的外观 滑鼠游标的外观会发生变化 那我们在这边点选 然后呢 再 切到这里 那我们要停止了不要再继续再切下去 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没有按停止的话继续切下去 我们按滑鼠右键 它就不会再续切 好不过呢 因为现在你先 还在cut的 这个工具使用的情况下 所以记得 现在呢你可以先 切换到其他的工具 这样就可以离开cut切割的编辑模式 好那顺便再提 提供一下各位下一个 技巧就是 就是你这边做了cut指令之后的你先移动看看 因为 为什么要移动一下呢 因为有时候呢你cut指令切割之后 他那个点可能不会是一个点 他有时候可能是两个点 所以最好是用 滑鼠游标去移动一下 确认一下 他是一个点 好点一下 不要用圈选的先 点一下 然后移动看看 看看有没有点呢是留在原地的 好OK 我们 我们还有其他的次物件的编辑模式 我们稍后再 再跟各位做介绍 请各位同学 先练习到这个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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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